今天的新聞題要有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國葬今天舉行 賀錦麗出席 烏東四區公投結束 初步點票 約96%支持入俄 颶風1N登陸古巴 美國佛州疏散250萬人戒備 英國白金漢宮公布 查爾斯三世國王標誌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電視新聞 今天是9月27號星期二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事身邊是 星島和您緊貼時事 我們是在美國加州 特別製作的節目 希望可以為您提供 每天最及時有用的 國際全美舊金山灣區還有南加 有價值的資訊 先讓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頭條新聞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儀式 當地時間周二下午在東京的都千代田區武道館舉行 共匯集了賓客大約4300人 出席國葬的50名各國領袖及政要包括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澳洲副總理阿爾巴內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印度總理莫迪等與安倍建立良好關係的海外政要 現任首相安田文雄致辭表示 自己和安倍29年前是首次當選眾議員 共同投身政壇 稱讚安倍是有勇氣的人 又讚揚安倍在任期間維護自由民主 在推動國家經濟上做出果斷的決定 安倍的國葬場外聚集大批的民眾 日本傳媒報導在國葬儀式開始時 公園外一帶有過萬的民眾 部分的民眾在附近的九段版公園的獻花台 向安倍的遺照獻花 不過也有示威者反對為安倍進行國葬 在場外進行了抗議 示威者主要不滿安倍在位期間推行的部分政策 以及國葬涉及的費用等等 來看一下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 四個俄控地區的入俄公投 投票持續5號5天結束 正進行點票當中 俄方指出已經點算的一成多的票數當中 盧干斯克 頓涅茲克 赫爾松州 還有扎波羅热地區超過96%的人支持加入俄羅斯聯邦 外界預料俄羅斯國家杜馬最快星期四辯論四區入俄草案 並在星期五完成程序 那總統普京將會出席會議 烏克蘭 美國 還有歐洲多個國家都聲言 不會承認烏克蘭領土併入俄羅斯 那俄羅斯經波羅的海向歐洲供應天然氣的主要管道 北溪一號和尚未投入運作的北溪二號 同一天先後發生了不明的洩漏 位置共有三處 分別接近瑞典和丹麥 營運商形容情況是前所未見的 歐洲多國的地震監測站路德爆炸 那德州 德國的明鏡周刊就報道 美國中情局數星期前已經警告德國 指波羅的海的天然氣管道可能會受洗 那受事件的影響 歐洲天然氣的價格急升約兩成 丹麥還有瑞典的海事局發出了航行的警告 來看一下關於美國國內方面的消息 颶風伊恩今天早上經過了古巴的西部 並且向美國佛羅里達州方向移動 伊恩的威力由二級升至到三級 最高的風速達到每小時125英里 預料會進一步的增強 那古巴和佛州的當局正在加強準備 應對可能因強風及暴雨造成的災情 佛羅里達州西岸的一些縣發出了疏散令 大約250萬人被疏散 當局預料周三晚上到周四凌晨 登陸佛羅里達州 但目前尚沒有掌握伊恩確實登陸的位置 並將為佛羅里達州的中西部地區 帶來15到30多厘米的降雨 那這個颶風也是佛州百年一遇的颶風 維珍尼亞州今天有學生舉行了罢課 抗議州長楊金提議對 為跨性別學生政策的指導進行修改 要求學生在入學記錄填寫生理性別 如果校區採用的話 新政策將要求家長簽署使用學生出生記錄的名稱 或者是代名詞 校區還表示 參與某些學校活動和使用學校的設施時 應該基於學生的生理性別 新政策僅在聯邦法律要求的範圍之內進行修改 學生們表示 新的政策擾亂了學校造成各種的不便 以罢課式示威抗議 來看一下 臉書關閉了兩個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 試圖影響美國和歐洲選舉的賬戶 母公司Meta表示 臉書會定期的搜索並刪除 違反不真實行為政策的賬戶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社交媒體此類的干預政治活動流行全美 情報機關發現 俄羅斯團體利用社交媒體平台 在美國推動分裂性言論 而所刪除的中國賬號是一個小型網絡 針對的是美國捷克共和國的一些 說中文和法語的受眾 是第一個專注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小網絡 集中於向其他國家發表批評美國的Post 那美國的芝加哥聯邦陪審團裁定了一名31歲的中國男子 為中國做間諜罪名成立 最高判監10年 控方指被告在2013年到伊利諾伊州的理工學院 公讀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被指收集了8名美國公民的背景資料提交給中國 而這些人分別在中國大陸或者是台灣出生 在美國從事科學或者是科技業 包括太空科技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上週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 涉嫌黑客襲擊中國政府資助的西北工業大學網絡 據報導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 全程參與案件的技術分析在持續的攻堅之後 成功鎖定了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對西北工業大學實施的網絡攻擊 並成功的查明了13名攻擊者的真實身份 環球時報今天報導指最新的調查報告 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對西工大組織網絡攻擊的目的 並顯示在入侵的過程當中 美方還查詢了一批中國境內敏感身份人員 好了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繼續為您播報 今年公展會不在雲端舉行了 青島公展會重回實體了 可以親身體驗豐富節目有兒童才藝比賽和彎曲好聲音 Cosplay大賽冠軍更可獲得總值1000元的獎品 有新廚房各款美食攤位幸運大周獎 重回實體畅快淋漓 10月8日上午10點到下午6點 來紅木城Corehouse Square 2200Broadway 由紅木城火車站步行只需要3分鐘 查詢熱線650-808-8888 好歡迎回來我們來看一下新道記者黃偉江 三藩市的報導 三藩市首個教師可負擔房屋今天在日落區動土 市長布里德 市餐市馬兆明 華裔市教委林千月徐安 校區的總學間等出席了儀式 該項目以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非裔女性教育家 Sherley命名 那表明及鳴記他推動種族和性別的平等 推動社區教育所做出的貢獻 公寓占地1.38英亩 向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教職員工及家屬 提供135個可負擔的出租單位 單間最低月租金836元 一房單位的最低月租是885元 2024年秋季可以接受申請 好 我們來看一下財經消息 世界大型的企業研究會公布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由8月的103.6 升到了9月的108 高於市場預期的104.5 受就業市場強勁及汽油價格下跌的提振 美國消費者信心連續兩個月上升 這也代表著對目前商業及就業市場的狀況 消費者信心向好 未受經濟衰退預測的影響 來看一下國際方面 英國白宮白金漢宮呢 公布了國王查爾斯三世的標誌 由英文字母CR以及羅馬數字三組成 C代表查爾斯的名字 而R則取代REX 是拉丁文國王的意思 當地星期二起 由白金漢宮寄出的王室信件 將會由新國王標誌 取代已故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標誌 那該揮號的圖樣 也卻意外的和曼聯球星C罗的圖樣狀況了 孟加拉國北部當地時間25號 有載客船隻沉沒 至今已經確認有61人死亡 當中呢 大部分是婦孺 仍然有數人失踪 涉事的船隻當地的星期天事發時 正在著大批的印度教的信徒前往一間寺廟出席活動 在班橋戈爾區的一條河 航行期間沉沒 當局派員前往搜救 打撈到多具遺體 孟加拉地窪地勢呢 非常的低窪 內陸的航道廣闊 但是缺乏嚴格的安全標準 每年有數百人死於堵輪的事故 颱風澳路威力式持續的增強 在菲律賓引起了大範圍的洪水氾濫 造成至少8人死亡 澳路正在朝著越南前進 越南當局要求更多的居民撤離 路透社報道 越南氣象局表示 澳路風速將達每小時183公里 預計將會於明天登陸越南 然後減弱 並朝泰國前進 根據官方的聲明 颱風迫使越南數個機場關閉 打擾了民眾旅遊的行程 許多人被迫撤離家園 2022年的巴黎時裝周 自新冠疫情結束之後 全面的恢復 正在等待 好了 以上就是新電視新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